自营药店的小老板 想给药店找个老板娘 两位女生都对她印象不错 而她究竟对谁印象更好 她又做了什么 让女嘉宾的闺蜜坚决反对 温馨的行为又能否挽回局势 神秘的电话又是否会影响结局 最终她会牵起哪一位女嘉宾的手呢 凡人游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游喜我们等你 爱情靠争取无爱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喜 我是香仙的伴袁于翰 现在参加凡人游喜呢 不仅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68615868来参与报名 同时呢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真爱网的报名渠道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男嘉宾 他是自己拥有一家药店的小老板 但是我前期通过他的了解 我觉得这一个男生 还是有一些不够大方 不够自信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帮扶工作 还是有点艰巨的 那到底这个男生是怎么样子的呢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大家好 我叫陈妍 很高兴再次来到凡人游戏 33岁 立业 无小孩 我是江北区 关卡本地人 自营有点 收入无钱 本期就有男嘉宾陈寅 33岁 身高1米72 职业 自营要电 月薪5000左右 婚姻状况 离异无小孩 不知道大家是否对这位陈先生还有印象 陈先生一年多以前曾经参加过凡人游戏 当时我们为他物色到了一位单亲妈妈 两人私下进展还不错 可为何陈先生又再次来到凡人游戏了呢 上一次在凡人游戏 人生的女孩 她是有小孩的 但是我接触下来 我不能接受有小孩的 因为男嘉宾不能接受女嘉宾的小孩跟着自己 所以两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而这一次来凡人游戏 她的走偶要求也发生了变化 我对女嘉宾的要求是 综合来看陈先生的走偶要求是 一 可以接受离异但无小孩的 二 年龄三十二岁以下 三 能干孝顺父母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正安王 观音桥店情感过问非讨 我们的男嘉宾 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上次牵手之后呢 跟女嘉宾相处 觉得还是不能接受对方的孩子 是的 有时候我们的牵手之后 在生活当中会发现 那个人跟自己想的还是不一样 有时候就是要试错 在试错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够明白内心 真正想要的伴侣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男嘉宾再次来到节目当中 是希望找到一位伴侣 不介意他有没有婚史 但是不要有小孩 希望他能够简单一点 跟自己过一种持家的生活 根据陈先生的要求 我们为他物色到了一位 孝顺能干的女嘉宾孙小姐 可孙小姐为了见面 要从福岭赶来 于是我们决定 去往男嘉宾的药店等候 好的 那现在呢 我是来到了男嘉宾 自己家的这个药房门口 你给我介绍一下 我们聊一聊 好吧 来 平时店里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在看吗 是的 来 还摆得挺整齐的 现在生意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平常我经营有点 很 个人经营有点很辛苦 想找个女孩子共同经营 陈先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共同经营药店 这么多年他有遇到过合适的人选吗 结束了几个一来都去车子票房子 你觉得太现实了吗 太现实了 什么都听 不是 不是一路人 但你知道这个相亲呢 特别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女孩就很在意这样的问题 有点是自己住的 房子我有 但是我现在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的 我的房子是住给别人的 就你的条件来说 其实还是可以了 男嘉宾提到一个点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说不要物质的女生 有的女生应该来什么房子 车子 票子 哎呀 好像听起来很可怕的样子 我现在经常听到一个话 就是男生都要求女生不物质 那么这个不物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到底是怎么样的女生算物质女孩 怎么样的女生叫不物质的女孩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没有一个标准的 但是我希望 在这个社会当中 对女生的物质的要求 我觉得应该去多多地去了解对方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女生 不要一提到房子 车子 好像就觉得对方好像是一个洪水猛兽似的 有的情况还是要去考量 那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编导 为我们的男嘉宾找来的这位女嘉宾 到底物质不物质 就在特派员与男嘉宾聊天的时候 编导接到了女嘉宾的电话 她已经从福岭赶到江北了 我们立刻去大街上迎接她 那两个吗 我们前面的那两个女孩 应该就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其中的一个 我们去看一看是不是那俩 你好 是孙娜吗 来来来 站下来吧 好 朋友是不是 一起嘛 一起一起 今天的女嘉宾出现了 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孙娜 今年三十一岁 来自重新福岭 身高150 月薪的话是3000到4000 现在从事这个工作 是一个会计的工作 本期交友女嘉宾 孙娜31岁 身高1米50 职业会计 月薪3000到4000左右 婚姻状况 礼异 小孩跟对方 以前有过一段性感经历 结婚了又三五年了吧 五年了吧 因为确实因为 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欺骗了 所以导致最后我们都离婚了嘛 现在有一个女儿是跟到其他呢 虽然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但孙小姐还是一个非常独立乐观的人 从上一段感情走出来的孙小姐 会不会对另一半有新的积蓄呢 综合来看孙小姐的所有 要求是 一 年龄在34到40之间 二 身高在1米65到1米72之间 三 月薪4000以上 四 可以接受离异但无小孩的 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我可以说她自己希望找到的 另一半的条件 跟我们的男嘉宾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男嘉宾比她大了三四岁 然后自己呢有独立的一个事业在做 经济是很稳定的 又有住房 而且也没有小孩 外形身高两个人可以说都是相当的般配 女嘉宾呢也说自己生活是很独立的 有一个孩子但是也没在自己身边 两个人的这种择偶条件 可以说匹配度已经达到了80%以上 那么见面之后相亲是否会顺利呢 两人条件基本符合 和匹配指数80% 他们会在一开始就对彼此重溢满 今天过来走了多久 走路吗 走车 不就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十点半 十点半就开始从来吧 现在差不多快三点了 哇 走了好几个小时 我要去坐车子坐了个小时 然后轻轨坐了差不多来回坐了个小时吧 然后又中央坐空下车又等来人车 反正就是七七八八的 那行 因为男嘉宾已经等很久了 我们就不闲聊了 直接到他店里去看看 了解一下基本情况好不好 来 马上到了 来 直接进来吧 直接进来 来 哇 你看 我们女嘉宾好主动啊 很棒 孙娜我们的女嘉宾 已经正式认识过了 她的张相 好 是我喜欢的雷线 比较老实啊 还有呢 时大的话还可以吧 两人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还不错 不过女嘉宾 会不会是男嘉宾不喜欢的 比较看重物质的女生呢 这个店呢 你自己来介绍 这个点是 自己 自己经营的有点 大概收入情况是五成左右 怎么一来就把这个自家的老底给接了的感觉啊 现在老老实实的交代我能赚多少钱 她是不是很老实很可爱 就感觉她特别老实吧 其他的话经济之类的话不是特别在负了 最关键的是两个人的话要喝得来吧 对对对 然后一个是性格方面 还有的话就是三观要一致吧 另外的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心能够走到一起是最好的 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人的相亲过程啊 我就希望都往彼此的内心靠好不好 往内心走一些 你看啊 这里我们也看完了 大概就这样 然后男嘉宾接下来怎么安排 走家里去看看嘛 愿意吗 愿意去家里看看吗 为什么可以啊 可以啊 看来女嘉宾并不是看中物质的人 可就在我们要前往男嘉宾家里的时候 闺蜜却突然找到了特派员 我觉得她第一次就很出发不得见 还不太好吧 不会太直接了 没有 她是很想就是说 把自己的那个一些情况 直接的展示给你 因为毕竟你们相亲 也只有那么几个小时的时间 你也多了解一下 毕竟你是要找个人过日子的吗 她父母离在家吗 没有没有没有 老子 今天我们女嘉宾的亲友团非常有意思 在男嘉宾提出说到我们家坐坐的时候 竟然是亲友团的意见居然是反对 通常来说我们节目当中的亲友团 都会很希望到对方的家里去看一看 因为你只要看到她的家庭情况条件 甚至能够见到她的家人的话 你就能大概知道 这个人的一个生活环境是怎么样的 到底跟你好不好相处 而不是她嘴上说的那些条件 我不知道亲友团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说不好得去她家里 有点奇特 在特派员的劝说下 闺蜜终于松口了 男嘉宾你可要珍惜这一次机会 一进门男嘉宾就主动给女嘉宾削水果 看来还不错嘛 接下来看你的咯 你是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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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时 你来后没的吧 不是 我也是说你平时 你来后 你孩子是 今天就看你回来 可能 看有时间没的话 有时候可能已经念两次吃 那你介不介意我们朋友有个小孩 想法正常 不是正常 不是 我是问你介不介意 不介意 不介意 比如说 我们退一万步说 以后你们两个在一起了 如果是她的想法是 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娃儿 哪个都想带到分别 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她把娃儿带过来 你会不会有她的意见 没得 没得 你没得 真的没得 真的没得 你可以把这个小孩 使用基础吗 当自己的事 实在 对她正常 是 应该的 然后你们聊后没得完 没得完 我发现很多人都会要求 就是这种离异的 在相亲的伴侣说 我有一个孩子 将来你要对那个孩子 要视如己出 视如己出 各位观众真的 是一个非常反人性的一个词 人类对自己没有亲缘关系 没有血缘关系的下一代 真的很难建立到什么 视如己出的高度 有没有 肯定有 但是这种是极少数的 我觉得大多数时候 我们要理解人性 能够对待 没有血缘关系的下一代 做到非常的礼貌尊重 然后保护她 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视如己出 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我觉得建议 建议大家真的是提都不要提 这个字 看来男嘉宾对女嘉宾非常喜欢 连小孩都能够接受 可这气氛却有些尴尬 为了打破尴尬的局面 闺蜜发问了 你面面相当于是 它有两十一天 两十一天 你哪里呢 我那边是一百二十八 然后大学也是两十一天 客厅很大 你那房子是自己买的吗 买的 是案件买全款 全款 房子在哪个位置吗 茶园那里 茶园 前面那个 哦 那边茶园 我以为人啊 那个茶园呢 是 容金城那边 相当于就是说 没得经济方面的压力的 没得 这些 很长 了解一下 没得了 留下来 一般都是要了解的些 好 不好意思 我问 没得关系的 经济之类的话 不是特别在乎 最关键的是 两个人的话 要合得来吧 我对女嘉宾的影响很好 我想和她继续了解下去 闺蜜的问题 让现场活络了起来 没想到下一个问题 却又重新跌入谷底 我可不可以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 说了 你 你 你那个 你脚是不是 我脚啊 我脚是正常的 你是脚痛吗 不是啊 多久了 没有说 不是 不想 不想 我晓得那些女儿呢 都 都要 说我这个 走路的姿势 我晓得 你说是个西瓜问题吗 对 我是西瓜问题 哦 没得了 是西瓜问题 是西瓜问题 不好意思 没得关系 没得关系 你又回场 知道 上海 改一遍 改一遍 回头 因为他们看你跑的时候 没有人来过来 但是你走的时候 感觉两脚好像拿不去了 好嘞 好嘞 来个东西可以改的 其实这个 没得问题的 跟他聊完天 他看到人 本人 效果都很好 聊完天之后 男嘉宾对女嘉宾的印象更好了 可我们却无意中 听到了一段闺蜜与女嘉宾的对话 我觉得 我是博瑞好 我不是 很难 而且 那是 你开始 可能今天开始华好 也许是面对那个警察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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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酒是不是有问题 因为你晓得 我有玻璃不是黑灾风 不是说他有房子 不是说他有很黑 为什么你咋要让他房子有能够 就是你要看 你要觉得人 觉得跟我喜欢 这个行动 一个方面 感觉以来都别 不要聊得来 要回这个方面 有时候说 你是不是行动 你其他一些都 不是很重点的问题 她们在外面上 没收场 她们也好休息 女嘉宾 竟然对男嘉宾不满意 我们只好派特派员出马了 我也是 我就实话实说吧 不是怎么说呢 还是演员差了一点吧 你是觉得哪里 兴趣的呢 就是比如说 从她说话的一些 这种性格吧 能看得出一些性格 那你觉得她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你应该说 就比较一种性格 比较慢的一种吧 你的性格应该是那种 平时有点急躁 而且呢 做事情也是雷厉风行的那种 对对对 你不觉得正好互补吗 而且你们俩就在一起 能心里较强势一些 感情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能勉强自己 也如果一旦勉强的话 她肯定最终害的不是自己 害的也是另外一个 不一定的男发的一个女孩 我想问一下那个女的朋友 来 你其实看他们俩相处这么久 你觉得合适 我不知道她今天说话 是不是因为面对尽头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她说话 反正条例不是很清楚 她自己今天要做老板了 应该也会 肯定有自己的强项 这是肯定的 对啊 她要面对的是那么多的人 各种各样的一个顾客 也许是我们两个太 可能太表面了 或太急躁了认识的 可能 单从表面看的话 我觉得她面对去做不太好 女嘉宾和闺蜜 决绝的态度都很坚决 此时的男嘉宾 是会选择放弃 还是放手一搏的 因为我们知道 你其实对女嘉宾 还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但是现在女嘉宾呢 包括她的闺蜜 对你其实 其他都觉得你这人不错 就有那么一点 就你性格的原因 太内向了 就是说话 平时也是这样的吗 不是啊 下来不是 下来是 冰淇淋大大戏 跟别人去聊天 没能够 你想呢 有什么事情可以 及时的调整现在的状态 然后把自己 最自信最大方的一面 展示出来吗 那脸木讷的男嘉宾 会想到用怎样的方法 来展示自己 挽回女嘉宾的心呢 我是爱你的 我爱你到底 好的 那今天相亲 也快到最后的时刻了 那么在两个人做最后的决定之前呢 男嘉宾想通过自己的一个小的行动 来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我很高兴人士的 是哪 我们 我们 我想和你慢慢 发展下去 你愿意吗 我就接上你最后那句话 你愿意吗 其实大家看到 这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是呢 男嘉宾还是用心的在做 我来宣布一下最后选择的规则 男嘉宾把手伸出来 我数三二一之后 如果女嘉宾愿意选择牵手成功的话 就把你的手放在男嘉宾的手上 如果说不愿意的话 礼貌地离去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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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女嘉宾是拒绝了我们的男嘉宾 理由是觉得他说话的表达方式有点问题 然后脚呢也不是特别特别的灵便 其实男嘉宾这个脚呢 他是走路的步态 不算潇洒 但是跑步跳都是没有问题的 不影响功能使用 可能就是那种 说话不够流畅 不潇洒 走路不够好看 不潇洒 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感觉上的问题 看着男嘉宾落寞的样子 我们实在有些不忍心 所以我们决定 再为男嘉宾物色一位女生 让她先行回到药店等候 经过编导的精心挑选 终于在资料库中找到了 另一位符合男嘉宾要求的女生 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金林 今年26岁 身高在移民度2左右 然后目前从事无意管理工作 然后余兴在3000左右 本期交友二号女嘉宾 吉林26岁 身高月米62 职业物业管理 月薪3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因为平常都是工作也比较忙 然后 对 她打扫我家母子也不这么喜欢 然后过得比较懒 然后都是反而不轻快 我之前谈过一次恋爱 在上大学期间的时候 谈了一个男朋友 就是变年轻了 我脾气不是很好 但是没想到她脾气比我更差 然后就我们经常来吵 然后就相处一段时间就分手了 可以这样说就是说 我感情就是完全空白了那种 没得感情那个经历那种 这样一位感情单纯的女生 会对爱情有着怎样的憧憬呢 我的最后要求就是 找一个脾气比较好的 对我比较好的人嘛 然后我是云南人 我已经想在重庆这边定居 然后想就想找一个 就在重庆有房子了 然后有稳定的工作 然后工资还稍微可以点了 综合来看吉小姐的要求是 一 脾气好 二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三 在重庆有一套住房 好 现在看到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来自云南的妹子 相貌上和年龄上来说 比一号女嘉宾要更占优势一些 但是我们的云南妹子呢 不会做家务 那么意味着可能全身心在事业上面 生活方面都需要男嘉宾来照顾她 那么男嘉宾是否又能接受这一点呢 男嘉宾完全符合吉小姐的要求 匹配指数高达80% 可就在我们带女嘉宾 前往药店见面的时候 她却主动找到了编导 就是 我觉得 还是 不跟那个吧 因为我之前那个男朋友脾气不好 然后我再挑一下 你也是想考验一下男朋友 对 原来女嘉宾想假装买药去考验男嘉宾的脾气 不知道老是木讷的男嘉宾 能不能经受住考验呢 干吗 你们可以有没有 那你们这里可以有肢感冒了 感冒了 哪个感冒了 头脑痛了吗 不痛是吗 这是有点啥呀 寒偏吗 寒偏了 太苦了是吗 甜脸是吗 甜脸啊 嗯 效果怎么样了 还可以 你吃过 确定你吃过吗 那个嘛 那个金松是寒偏吗 你是一进来都给我推销了两种啊 我觉得不要啊 说实话 那个油嘛 它那种吃的对象 肯定是油还处了啥 是油还是什么 但是有啥 我啥 哎呦 弄了多种了 你让我找个选择吧 我得不推荐吧 你给我推荐 真是 推荐就是要要前三 眼看情况有些不妙 编导出场了 你已经找人菜了吗 我晓得是女嘉宾 晓得 你想出来的啊 晓得 你想出来的啊 做菜的啥 晓得 你 你能菜的啥 我晓得 我晓得 股客是商店 哦 他对你脾气好不好嘛 怎么样嘛 咋样吗 感觉 我感觉还是可以 我 知道是你也觉得他脾气怎么样 你刚才不是想找一个脾气好的这个吗 你确实 第二个女嘉宾 要 要煮东西 要大方些 看得出来 第一个女嘉宾和第二个女嘉宾 我 还是觉得第二个女嘉宾 适合我点 哎呦 首先从第一印象看说 然后脾气还是挺好的 然后人比较温和 然后就一看就跟人感觉很踏实 觉得第一印象很好 两人第一印象都很不错 男嘉宾提出带女嘉宾去茶楼 可刚进门 她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 原来她是担心女嘉宾建议她走路的方式 所以特意展示给她看 可这个女嘉宾会介意吗 5月25日到5月29日 重庆都市频道 瑞士名标展浪琴 梅花 英纳格 三思哲 三都市 浪池 伊宝露 瑞士品牌直接让利 瑞士原装进口名标 两三千就能买到 瑞士原装进口名标 低至780元 瑞士原装进口钻石机械表 现价1880元 打击电话击送价值298元的钱包一个 活动热线023-8656-1357 幸福晚年 爱有耻声 6月凡人有喜将携手重庆衙博士口腔 举办中老年人专属相亲会 活动现场不仅有小红娘面对面 给您牵线搭桥 更有情感专家为您现场助阵 报名成功就有机会获得 重庆衙博士口腔提供的惊喜大礼 就在6月让我们一起相依相伴吧 凡人有喜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五 每晚九点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欢迎播打热心电话 六八六一五八六八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女嘉宾接不接你吗 不接你呢 我接住很多女嘉宾都是说 九方面 你没必要多接你 就是你对你每一个男生 女嘉宾都说 你介不介意我外星走路 或者怎么样 没想到女嘉宾毫不介意 可没想到接下来 她却嫌弃起了女嘉宾 你家庭中 你平时收不收拾家务呀 食物很猫 然后我应该说是收拾一次 我就可以维持一个星期 我很反感喜 就做饭之类的 包括希望之类的 我都不喜欢 然后平时如果说水果能够解决 我就会吃水果 我都不会做饭 听说她不做家务 我不能接受 想找一个主家妇的女孩子 古家店 那就算了嘛 我不是说了吗 我不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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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把你的真实想法 比如说我不能接受 你拉人家 比如说我不能接受 我六人家 我不是女性的时候 接受起来有点困难 好让你看女嘉宾能够走 因为现在是不要的女嘉宾 比如说人家也有 我觉得为了示范那种 我改变一下 我说我要求 不是这样的样子 我改变一下 我的腰要折我 折我折我折我折 也是有口味 你都没交流 穿下来 你都给我钻定了 那个得心或不得心 我就这太烫了 经过编导和特派员的一番劝说 男嘉宾终于决定 再和女嘉宾接触一下 不再 你不住厨房那块 可以我 我把 我全住都要的 但是你洗衣服 洗衣服那块 和收拾 收拾服那块 洗衣服又洗衣机 然后丢进去 全食堂 然后一次进 我还是可以把它量起来 对不对 我不可能说把它 兑成一座小伤 是这样 家务问题才刚解决 小孩的问题又出现了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啊 你说了 你心得比较 那个 内向腼腆的嘛 然后会不会 有很多事情 你都要 听从你父母的意见 不对 我的个人问题是 那你父母不得感受吗 不敢 不敢愿 那你能接受 就是一个和你结了婚之后 五年之内 不要小孩的人吗 因为我现在 就去世面上 那我 真的说五年之内 真的是没有打算 要个小孩 首先你要想给一个小孩 未来更好的时候 你首先是 很就是要做好的 是 可以 这让我听说 很虚假 是 因为毕竟年纪 在这里 这让我觉得很假 因为你说什么 都很可以 可以 但是你没有考虑到 自己自身的情况 是 你说你现在三十岁了 你五年 三十五岁了 你才 才用那个 手用不能接手 吧 是 三十岁 你看 然后你即使说 你有五年之内 可以不要小孩 你爸妈 不能催你吗 我打断一下 两位 特别是我们男嘉宾 我觉得现在 是已经给不出 更好的答案了 你家里就你一个 还是哪 一个 就一个 但是你父母开恋 是 开恋是不同的 是吧 他现在三十三岁 他说他故意接受 五年六年 就像这个是 变成时间说 不要小孩 然后我觉得很壮 说实话 在中国这种 这种 就是教育下 他说 不要小孩 真的是 让我觉得 不能接受 吧 你觉得他只是 只是故意跟你说 一个 不得心 我会的 对 男女嘉宾的交谈过程 让人觉得有点焦虑 因为女嘉宾提出的 任何问题 男嘉宾都说 正常 接受 那女嘉宾会觉得 真的吗 真的那么正常吗 你真的都能接受吗 其实有时候觉得 女人真的很难搞 是不是 三十岁生小孩 男嘉宾说正常 要得 可以 女嘉宾会说 怎么可能 你都三十三岁了 你真的不着急吗 你就这么随便的 答应我的要求 以后反悔怎么办 这个男的的逻辑 是不是不清楚 但是如果男嘉宾说 我真的介意 我就是需要早点结婚 然后早点生小孩 你是不是又觉得 这个男嘉宾不是自己要选的 所以女孩子 有时候真的 我觉得 你们的那个标准答案 到底是什么 可能你自己心里 都不一定清楚 但是男嘉宾呢 也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出现了自己的反复 也不是说 今天的整个相亲过程 就全是女生的主场 女生觉得好 男嘉宾就好 女生不同意 男嘉宾就怎么样 她也有自己的想法的 当她听到女嘉宾说 不做家务的时候 态度一下就变得很坚决 那我也不愿意相亲了 我不想娶一个 没有 不会做家务的人 那么矛盾现在是 已经产生了 今天的相亲最终结果 会怎么样呢 会不会有机会反转呢 我们看一下 为了让女嘉宾安心 陈先生决定 给妈妈打一个电话 喂 妈妈呀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有个女嘉宾 她三十六岁 她二十六岁 她 她 她那个 我还 我还喜欢她 但是她 她 她 她几点 不要小孩 她五点 她不要小孩 你是怎么 你是哪个想念 我们的想法 你自己喜欢自己 她的办事 你都做 她妈妈是一个特别开明的人 很尊重你的想法 刚听到那一通电话 我就觉得 她应该不是说 什么事情都由她做做 就是她妈妈比较民主 但是觉得她性格比较弱弱 应该是 遇到她那种事情 就是她应该是由她妈妈做做的 没想到 在与妈妈的一通电话之后 女嘉宾还是觉得 陈先生不够坦诚 我们只好派出特派员 让陈先生讲出心里话了 你真的可以做好心理准备 接受五年 你想自己三十三了 三十八 可能四十岁 再当爸爸 你能接受吗 没关系 你直接跟我讲 我作为特派员的话 才好帮你去解决 和处理你的问题 没问题 其实 我理性想到 还是 都想要跟我 你真正的想法 说出来特别好 我们也知道 怎么样去帮助你了 而且呢 今天 头一次见面的 你一个女孩 你如果给她的承诺 是可以 我答应你不要小孩 什么什么的 那是对于你自己 和你家庭的不负责任 你知不知道 你都没有想好 就马上回答她了 嗯 所以我希望你 接下来 跟她的交流 过程当中就是 有什么就说什么 一定要把自己的 真实想法说出来 为了让男嘉宾说出 她的真实想法 我们给了她再一次 和女嘉宾聊天的机会 现价1880元 打击电话 集送价值298元的前刀一个 活动热线 023-8656-1357 白人有喜 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五 每晚九点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欢迎拨打热线电话 6861-5868 白人有喜 我们等你 我刚刚有些话 没跟你说清楚 你说你五年 不要玩了 其实是不可能的 还是 个人的想法 还是想要跟我 自己的孩子 也能接受 这些不是说接定的 但是如果说是 如果能遇到一个 让我觉得能够放下来 我肯定说是会改变 但是如果想问 男嘉宾 你这个想法 为什么能够快 就转点了 那你之前所为的话 是不是说是 没有考虑过 还是说是 你是欺骗的嘉宾 没有 我开始的真实想法 是没说出来 请你两件 请你两件 其实他有没有说 还真正一件事 对 我刚刚再了 第二次了解 总影响 比第一次了解 要好得多 像这种 就是跟男嘉宾谈话的过程中 我一直觉得他 刚开始的时候 觉得他有点爽嘛 然后特别的不自信 然后聊了河头 然后觉得他还是 就是慢慢慢慢突如心 觉得还是挺真成人的 然后觉得他还是不错吧 两人终于把话说开了 相处了一天的他们 会是怎样的结局的 好 那其实今天呢 两个人的相亲 我觉得这一直看过来 就觉得我们男嘉宾 今天一直在反反复复的 自己内心的那个感受 一直没有坚定 当然在我们后来 聊开了之后呢 还是把真实的想法 告诉了女嘉宾 那在做最后的判断 和选择之前 我想问一下二位 还没有什么 要对对方说的话 我对女嘉宾 我们从朋友做去慢慢发展 我觉得男嘉宾应该 要更自信一点吧 然后就是今天他给我表现 就是在我看来 就是最不自信的地方 他还是不够自信 然后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够般配吧 本以为物会解除了 没想到女嘉宾还是耿耿于怀 面对这样的情况 男嘉宾是会争取 还是放弃呢 那好 我最后呢 明确地问一下 就是最后做争取吗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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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呢 咱们还是要去礼貌的 道医生再见 是不是 还有呢 我就是要提醒一下 男嘉宾 任何时候 你都要自信 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性格 特别温和的人 而且呢 其实你看这个身高和长相 在我们这里也不差 是不是 所以充满自信的 去跟女嘉宾道个别 好不好 来 女嘉宾 谢谢你今天的相亲 但是我们不适合 祝你找到你的幸福 谢谢 好 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 我是战亚王 观察店情感 郭文菲涛 非常遗憾 男女嘉宾没有相亲成功 女嘉宾最后呢 是觉得男嘉宾没有主见 好像也对相亲 也不是特别特别的积极 没有那种很强烈的那种愿望 想追求她 想表白什么的 而男嘉宾这边呢 我觉得有没有主见 这个还另说 但是肯定 态度到最后出现了反复之后呢 真的不坚定 真的也不强烈 甚至连去追求去表白的欲望 都没有说 那就算了 有一种相亲路上的 常见的那种疲态 可是男嘉宾 我也是很想告诉你 目前看来 相亲之路真的很漫长 确实你可能还要等待很长时间 才会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 可以练习一下自己表达的方式 可以练习一下走路的姿态 除此之外呢 对女生的要求 自己心里也要罗列清楚 比如说做不做家务啊 什么时候生孩子啊 对对方的另一半 到底还有些什么样的要求 你心里都要很清楚 这样才能避免你走更多的弯路 好 那今天我们也是费了一些苦心 为刘英准备了两个相亲对象 过来相亲 但是最后很遗憾 都没有相亲成功 其实我不知道刘英 在这个相亲的路上还要走多久 但是真心的还是祝福她 而且呢 只要哈 刘英需要的话 我觉得这个弟弟是值得我们去帮助 帮扶的 那在这里我还是要为她打广告了 如果说电视机前有那么一位女生 哈 愿意接受现在的刘英的话 就可以赶紧跟我们凡人游戏 取得联系 我们的热信电话是68615868 同时呢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真爱网的报名渠道来参加 凡人游戏 5月25日到5月29日 重庆都市频道 瑞士名标展浪琴 梅花 英纳阁 三思哲 三都市 浪池 伊宝路 瑞士品牌直接让利 瑞士原装进口名表 两三千就能买到 瑞士原装进口名表 逼至780元 瑞士原装进口钻石机械表 现价1880元 打击电话击送价值298元的钱包一个 活动热信 023-8656-1357 凡人游戏 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五 每晚九点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欢迎拨打热信电话 68615868 凡人游戏 我们的利益 他有着异于常人的雄心壮志 开一家 能工资能造公司 男嘉宾穿着 如此正式出现在相亲现场 却惨遭女嘉宾的嫌弃 看起来我一把水 你把衣服换一下 穿着台真死了 看起来感尴尬了 他究竟说了什么 让女嘉宾质疑不断 是我太霸气了 可能他接受不了 明白吧 完全都是 我觉得不考虑你 太虚了 太虚了 男嘉宾卖力舞蹈 为何再次引发 女嘉宾的疑问 太虚了 太虚了 必须不再留 太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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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展示音乐技能的他 最终会打动女嘉宾们 凡人游喜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笑 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 你说的确实乐远 要用心去 老是 片中 隆子 soldiers